來 二周 你怎麼看 我都沒講到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跟門利法院有密切關係 對 他們成立這個修憲小組 然後有三個召集人 就是柯建民 鄭文燦 還有姚家文 三個 三個召集人 然後但是姚家文發表這個談話 是怎麼樣 就是還沒開始開會前談話 沒有 連會前會都沒有 對 會前會之前 因為柯建民出來說 我們召集人還沒談 你自己先講 有一點已經出來打臉了 所以大家看著好了 因為這種到最後一定要提案 就是說你的主張 有沒有主張不是用嘴巴講的 而是要三分之一的人 這個門檻高的 連連署都門檻很高 38個人要連署 我們一般的話 15個人連署就能成法案對不對 修法 這個憲法是不行的 要38人連署 然後才會成案 所以看到時候會不會成案 有沒有人簽 我覺得 我的判斷 預測不會 這個他的作用跟功能 跟我們游錫坤院長很像 我們游錫坤院長也很喜歡 正名自憲 一貫主張 一貫主張都如此 他貴為立法院院長 但是也提不出法案 也提不出修憲案 所以我的意思到最後就是說 老人家他們的希望 然後讓他們有機會可以講話 話語權 維持這個正名自憲的方向的溫度 就講一講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說的就是騙 我完全同意剛才香榮所說的 就是這麼長期以來 你正名自憲建國 一直都是民進黨主張 然後民進黨去洗腦他的支持者 騙錢 騙選票 到了現在你已經完全執政 你38人連署成案 民進黨很難嗎 對不對 很難嗎 所以你就應該提出你 制憲證明建國 給你 反饋你所有的支持者 當然剛才趙大哥也說 這麼重要的事情 國民黨身為在野黨 一定要表態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最後民進黨 他提出這個法案 我相信香榮也會說 我覺得我們都要講說 真的我們不需要再做 民進黨的煞車皮了 你想想看 這幾個提案 不管是陳廷菲的 什麼蔡玉 蔡玉是他 他是自己把他受毀 很多提案提出來之後 然後就開始歸罪於說 都是國民黨在黨 然後那個語述就來講了 國民黨配合中國在黨 國民黨害怕中國在黨 這種語述就來了 所以你認為這次 啟動了整個修憲 只是為了要把18歲 就是把投票年齡降為18歲 按照民進黨這麼會操作 在這個過程裡面 國民黨還不知道 吃多少暗虧 莫名其妙 你根本沒有誠意 你根本在騙 你說我們不會做極端 搞台獨是 根本就是瘋了才搞台獨 這不是邱玉仁說的嗎 你們都在騙 最後國民黨還要跟著陪葬 最後你們都是配合中國 你們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不要 我們這次就不要好不好 你們就提 同意你們提 趕快提出來 反正雖然我不是立法委員 我也會講說 我們不要黨 我就讓他們提 就讓他們真的 要快健康對不對 我回去跟黨團反應 黨了我就翻臉 不過因為姚家文 他的身份很特別 第一個他是共同召集人 一共也不過就三個 三個召集人 對不對 所以三個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 第二 他是總統府執政 他是執政 是蔡英文的 所以執政什麼意思 蔡英文要請教他的 所以他不是說先雲也喝 他是總統府執政 總統府執政 是要到總統府要去開會的 總統府的憲兵 看到執政都要敬禮的 那假 就是說我也認為 就是假定說民進黨既然 基本綱領就是 那提出會怎樣 為什麼不提 第一個 大家都對秀卿的程序 要先搞清楚 也不是立法院通過 就國民黨支持 還要復決 還要公平復決 另外姚家瑩的主張 其實是民進黨的問題 不是國民黨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最後一定追個版本 國民黨不用緊張 民進黨內部現在可能意見 搞不好更多 國民黨也會 你每一個政黨都先把你的版本 拿出來 大家才能來談 我認為民進黨光在這個 處理內部共識上 都會花很大力氣 國民黨也會遇到 一樣 我們也會 民進黨有過去這種強力要主張 一次到位的對不對 國民黨也有認為憲法 連碰都不能碰 也會有 民進黨到底對台獨的問題 因為大家常常說 民進黨是個台獨黨 民進黨對台獨到底是怎樣 民進黨對台獨 最後的一個定義 就是民進黨的 你們所謂的公投黨官 台灣前途決議文 就是說現在認定 因為從最早逐步下來 民進黨這樣的轉變 也引起獨派出走 成立建國黨 成立台聯 還記得吧 這個政黨的過程 一直到最後 民進黨就定調 就是所謂的共投黨官 我認為是個共投黨官 所以民進黨認為 現在就已經獨立了 也不必宣布 私立台灣共和國 就是這樣 現在大家覺得公文書就是 台灣是個主持人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任何對這個改變 都必須經過台灣人民同意 我覺得民進黨 會是虛晃一招 因為他們確實內部 也不見得真的會形成共識 而且接下來如果說美中之間 這一次的見面 聽起來敲了螺 開了戲 然後有後續的話 他也不可能讓台灣 有任何的一些資訊 第一個說 因為台灣的修憲美感 實在世界太高 但我個人就很期待 真的要走第一步 有第一步才會有第二步 第一步目前我剛才重複提過 就是只有18歲的國民權 趙大哥你當時要選黨主席 你提出說要內閣制 怎麼樣內閣制 只能自憲 要修憲 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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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這個版本 有人幫你提版本 對 我們國民黨有提版本 如果你對台灣目前政治的亂象 你也看出來 問題是在憲法 台灣現在制度什麼都不是 所以就是這樣 自憲是虛晃一招 但它具有強烈的重置心 其實憲法要改成那個很簡單 立法委員得監任管理 然後這個內閣 行政院長立法委員恢復同意權 就已經有內閣制的精神 那個比較簡單 那要修憲 對 但我的意思就是 當然是要修憲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也是主張要修憲 我主張 修憲沒什麼 我還認為18歲應該 你都再幾頭要配合了 18歲 修憲證明是你們極上的想法 那時候如果趙大哥 講的那種內閣制 那就是動到國體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神主牌 你已經變更國體了 不是國體 政治字 中華民國從來不是內閣制 中華民國是什麼字 告訴我 他因為也曾經提出過內閣制 你去問一下這種話 修憲說中華民國可以變成內閣制 我們就當中華民國 我們回到 因為這個比較 光炒這個就炒不完了 因為就是台獨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認為 民進黨是台獨黨 今天有機會你不修 大家當然就會質疑 所以我才問說 民進黨到底現在要主張什麼 那君先充剛剛一直說 因為現在修憲門檻太高 是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高 如果說修憲門檻沒有這麼高 民進黨就會提台獨黨綱嗎 就會說我們要修憲治國 第一個 這個民進黨也不是每個人都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是每個人 他對於修憲法的想像 他對於國家政體的一個主張 光民進黨內部立法院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的人認為說你在這個時候會 如果你是整個這樣 這樣一個打掉重練的話 民眾不會支持 也有人有這樣的主張 就認為民進黨在這個時候 不應該先去碰觸這個 要一步一步來 也有人這樣主張 當然我同意俊憲講的就是說 民進黨在內部處理 會有一些的困難度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是都不是 沒有意思 你連是都不是 為什麼不是一下 講了這麼久了 黨剛擺在那邊這麼久 試一下看看 何況在過去 國民黨確實是有包袱 國民黨很擔心 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們知道 如果真的台獨了 一定會有災難 這我們知道 但是不能讓大家 每次都躲在後面 去幫你擦屁股 當你的剎車皮 何必 那如果過去民進黨 或者說兩個政治集團 在伯仲之間 那也就算了 看老百姓的政治智慧 但是在2019年 從反送中 辣台妹芒果乾 一路操作下來 反中反到極致 拿了817萬票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一次的修憲 民進黨無論如何 都應該回到那個 817萬票的本心 去回應那817萬票 對你的真情的投入 這是重點 如果你過去 我說517萬票 617萬票 算了 我知道你不會成功 可是817萬票 你不能連是都不是 何況現在不能因為 拜登說他反對台獨 所以你們連台獨都不是 因為怕得罪拜拜登 所以蓬佩奧要來訪問你們 也不敢約 我如果是民進黨 我就開大門走大路 你們是全世界最大的 川粉集團 你們是戴口罩 都是支持川普的 壓都壓不住的 不能因為人家才剛下台 蓬佩奧這時候應該邀來 川普你應該邀來 克拉夫特之前不能來 你都應該邀來 我覺得人要有人情味一點 政治不能那麼沒有人情味 你看到的這麼多的 老一輩的老台獨 不但他們的理想 終身為民進黨打拼奉獻 老了之後被掃地出門之後 還回過頭去消遣他們 覺得他們不夠務實 對那些老台獨來講 我真的是很同情他們 他們都已經是 真正的豐足殘年 在他們有生之年 看著你817萬票 他難道是要跟你 要個一官半職嗎 我看到的那些老獨派 沒有再跟你要一官半職的 無非只想說 你讓我試試看 這一次你試 我發誓 我一定支持你 雙手雙腳 絕對毫無保留 絕對不是反諷的 我也公開講過 再好的朋友你反對我都跟你說 你翻臉 那就試試看 把訓宣宣再回來 很秀